我的話沒說完 幹嘛 剩下的那個字被海鴨用嘴唇堵在嘴裡 歡迎來到第八章情侶系列 終於拿到第八章了 我的天啊 幾個月後 嗯 一個月後 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豪志們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累死我了 總算放假了 呦 今天是上學期的 最後一天結束了 所有期末考試之後 精品力尽的三人 楊校長除外 在社團活動什麼 禮集合 嗯 對 一個學期結束了 我們即將迎來美妙的寒假 美妙的寒假 耶 寒假有什麼安排嗎 找個地方集訓 還是各回各家 元旦假期就把我們 關在溫泉山莊裡集訓 結果預算不足 呃 觀眾老爺們看不到 溫泉福利 這次又要鬧哪樣啊 這是幾個月後嗎 之前發生了很多事 嗯 比如聖誕節 還要跑去美國看 NBA吧 他寫的是NBA 聖誕大戰 我和雨環只能躲在家裡 看電視直播裡 還要做觀眾的第一排 聽冠軍獎頭獎戰術 還邊聽到點頭一副 聽得懂的樣子 雖然我懷疑他真的聽得懂 這 這是還被看直播的球迷發現 截圖發到網上成了熱門話題 這會有什麼好話題的講真的 雖然不是很清楚你在說什麼 不過 寒假確實有安排哦 楊海遙舉起手裡的紙杯 站在旁邊的萬能女仆 楊希希立刻過來給她倒上蘋果汁 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哦 什麼事哦 我們YF戰隊 受邀參加即將舉行的海南 被兜頭二職業大獎賽了 哦 啊 該不又是錢吧 欸 什麼嘛 你們兩個怎麼一臉大白天看到飛碟的表情 一點也不興奮 哎呀 不意外了 不是 海遙 你剛才說什麼 我們受邀參加職業比賽了 這消息聽上去確實跟白天見到飛碟 從頭頂飛過差不多的 輪背的什麼場裡啊 哎呀 別緊張 我當然也知道 就咱們三個的水平 在高校聯賽裡打打還湊合 碰到職業戰隊肯定被血虐 對呀 知道 所以這次的邀約是表演賽了 我們將會與同樣受邀參賽的 盛心女子學員代表隊 在南海杯線下賽場上 舉行表演賽 哦 不是 這主辦方 搞事情嗎 怕什麼 來什麼 表演賽可以理解 但是 好吧 好吧 別整天好吧好吧的 你這不是什麼都沒說嗎 呵呵 其實 這個要求是我提的 你提的 老爸在我的建議下贊助了南海杯 贊助商可以提點小要求 原來這比賽是你贊助的 又死他 難怪會邀請我們 難怪會邀請我們 不要垂頭喪氣 我們戰隊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很多粉絲了 戰隊官博都有十多萬粉絲了 還不是想看你發自拍照才flow的嗎 結果每次都是我被抓去拍照 宇航說的是實話 自從海耀把他抓去拍照 發微博後 宇航直播間人氣一飛沖天 在學校裡也變成了紅人 只不過他本人對這種關 關注度十分不適應 畢竟他以前的人設是戴手套的遊戲宅 現在成了公眾人物 綜上所述 我們要去海南島度假了 把你們的泳衣都準備好 真的假的 四季如春的熱帶沙灘 我們YF戰隊來了 好好 我們一臉問號怎麼這麼突然啊 你應該那個時候要跟我說的 太快了吧 兩天後我們YF戰隊真的出發去三亞了 這麼奢侈的 這一個 這一隊太過分了 南海 海盃多頭二職業大獎賽 是遊戲官方認證的一級 什麼一級聯賽 雖然獎金不算多 參賽 參賽戰隊也不算頂級 但現在什麼舉辦 地優先 什麼優先吧 這個比賽 每局都在海南三亞的豪華度假酒店舉辦 與其說是爭刀爭槍的職業 杯賽 倒不是說是半徑半 中藝的休閒娛樂度假活動 除了在線的進行多頭二比賽之外 主辦方還直播參賽選手的娛樂活動 比如在沙灘上曬太陽堆沙堡吃燒烤 沖水 沖水辣嗎 在全國人民大部分受到寒潮折磨的冬天裡 我能夠去海國度假 避寒實在舒服啊 他們都住的這個地方一直在很冷啊 所以說我們在電視上被人看到直播啊 哇被羨慕死了 只不過 我和羨慕站在小區樓下 發現一個嚴肅的問題 什麼嚴肅問題啊 機票呢 不知道啊 西西不是把機票給你了嗎 啊 什麼 難道不是給你的了嗎 哦 慌什麼 你這次又躲在哪裡啊 你這次又躲在哪裡啊 我剛到沒有機票 蛤 沒有機票是怎麼回事啊 跟我來 沒機票是怎麼回事 我和羨慕一頭霧水 坐在楊兮兮的黑色高級車 近期春節 在市區裡人煙 什麼稀少 路上也沒什麼車 我們一路順暢無無駐地上高速 直到明州機場 韓戰樓外啊 與我記憶裡的坐飛機的流程不太一樣啊 高級車走另外一條進入機場 這幾乎是公認機專用的韓戰樓啊 除了我們之外 並沒有多少其他車輛啊 又是又是那種高級的車嘛 頭等差嗎 要做的 車直接開進停機坪 靜悄悄行駛在機場跑道上 雨停在什麼 韓戰樓附近的客機擦山而過 直到 車停在跑道盡頭的機庫車前 來了 來來來來 這邊這邊 不會是四輪飛機吧 啊 楊海耀站在韓飛什麼 到機場跑道上 他的身後架著一架私人飛機 嗯 又是 我又想到了 我根本 哎呦別人都想不到 上來上來 行李讓西西提著就行了 不是 還要 這是 這是你的私人飛機嗎 哎呦 我兩個一頭水了耶 準確的說 是我家的 是我家 又是你的 我能拍照發網上嗎 不可 嗯 可惡 沒事儘管拍 私人飛機算什麼 租一架飛短圖也就幾萬美元 不算多稀罕 嗯 記住 不要拍到大小姐的臉 拍到的話 一定要打碼或者遮擋 那還是算了 炫別人家的 附我圖什麼呢 呵呵 你可以圖一下 哎呀我有這樣的朋友啊 雖然真的是 沒什麼好炫耀的啦 不是自己的錢 來到三亞了嗎 南海碑的據點地點為三亞某處 不用說了 這自然也是海洋集團名下的財產 嗯 海洋集團除了經營地 地場之外 還收購了一個豪華國際連鎖酒店品牌 這次這比賽舉辦的地點就是海洋集團提供的 哎 整個酒店都用來承辦比賽 不對外開放了 嗯 春節可是 可是忘記啊 這損失了多少錢啊 沒事 比賽轉播權和廣告費之類的賺了不少 哦一樣嗎 哇 好豪華的酒店 好豪華的酒店 人生中都沒來過 我還是第一次來三亞 我也是 我也是 那這回可要玩得開心點喔 我們可得在這裡玩一禮拜呢 哇一禮拜啊 不錯不錯 玩得開心點 你也要玩喔 這酒店大得像迷宮一樣 光是大堂就快把我落暈了 更別提頭 居然還有內飾百貨商場 步行街還有電影院 玩個半個月都不需要出門啊 幹 這麼好的嗎 這也太大了 還有百貨商店了 我們一進大堂 就被酒店員工作和賽者 什麼團團圍住 是楊校長嗎 終於見到真人了 又是這個老套的 哎呀 巨子啊 我代表海南杯賽會議總之人員 歡迎各位到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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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隨便拍攝 之後還安排專門的拍照時間 哦 才這樣子啊 哇 人好多啊 我有點緊張 哎呀 我也是啊 哎呦 大家好 我是ユースファイダー 清雨戰隊的隊員 楊海瑶 ユースファイダー 哈哈哈哈 果然是這個名字 傳聞都是真的 你爹戰隊名不清傳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這段 這個梗已經傳開到這種地步了嗎 哈哈哈哈 沒辦法這是你的口音造成的誤解啊 我今天只是個普通的戰隊成員 具體日程安排 請與戰隊經理柳翔對接 我們幾個要去登記入住了 啊 這給我啊 啊 我 劉先生 這邊請我們為你辦理入住手續 然後是接下來的日程安排有需要調整的請跟我聯繫 聯絡 另外是一些需要簽字的文件 你也先收收好 我讓你怎麼堆給我啊 這個該死的羊孩居然給我玩這一套 哎呦 直接給我把工作的事情丟給我 哥宇還去 哎呦 好 煩而已 等我暈頭轉向著進入客房時 我已經被各種文件圖案圖表搞得意識模糊了 不行 我絕對不能在這裡倒下 這是對我的考驗啊 兩海要再考驗啊 看我能 能否勝任這個戰隊經營的職位啊 哼 我將一大堆文件擺在桌上開始著個整理 晚上了 等到工作結束時外頭天快黑了 都黑了 這一整就是一下 一下午 連楊希希送來的午飯都沒吃 現在我肚子好餓啊 看來您的工作完成了 嗯 你看到就是 哎呦 你又躲在哪裡了 你究竟是女僕還是喜致了 還是兄弟會啊 為什麼前行技能要 要點到滿級啊 大小姐讓我來叫您 去沙灘上參加露天燒烤 哎呀 什麼沙灘燒烤 難道接下來就是 泳裝福利劇情 嗯 嗯 什麼意思 哎 怎麼了 你不知道這梗嗎 就是假面騎士有個人 他說今晚去吃燒烤 請換上泳裝隨我來 哦真的假的 好好 好好的 我在衣帽間裡換上沙灘褲 披上一條浴巾 跟隨楊希希前往沙灘 有沒有福利呢 有沒有福利呢 這一集有沒有福利呢 哎呦 為了我們三個安排的是最好的海景房 三套房間連在一起 從陽台走 走出沒幾步就 就是沙灘了 與預想中的景色不太相同啊 這裡的海 海水是深層的灰藍色 天空與海洋的分界線也不僅明了 但溫暖的海風雨濕潤的沙灘 還是讓我感到辛苦 神明啊什麼的 呵呵 不會念 瞧瞧誰來了 這不是我們的經理小柳同志嗎 哇真的 真的來福利了啊 這一集啊 真是有眼啊 這一集 翔哥辛苦了啊 活都幹完了嗎 哇 哇 這這這眼 這個 怎麼讓觀眾受得了 我的眼睛好痛啊 哇 震驚啊震驚啊震驚啊 震驚啊 在寒冬的什麼西月裡 我居然看到沒少女泳裝 哎呦 楊海瑶的黑色泳裝外面 披著一件半透明的薄紗外套 什麼龍影龍線的身形 視線無法移開 等等 旁邊還有陳語涵 簡單的3.4讓我 但他的身材依然無趣 我不行 我喘不過氣了 說到沙灘 果然就是要配泳裝 翔哥幫我塗防曬霜嗎 防曬霜嗎 都快晚上了 還塗這個幹啥 明天還是陰天啊 你懂什麼 陰天不代表沒有紫外線 該塗的要塗啊 哇 那我肯定要塗了 跟他廢話那麼多幹嘛 我來幫你塗 謝謝姚將 哎呀你這個人真的不 所以他趴在遮陽 遮陽塞底下 楊海瑤在他的背部 塗抹防曬霜 兩個美少女只穿著泳裝距離 根據突然這時常 屬實 亮眼啊 屬實亮眼啊 姚將不來堆沙子嗎 我從小就想堆沙寶 哦 算了 我就在遮陽傘下躺一會兒好了 OK 好吧 我自己玩 我自己玩 好寂寞的樣子 難道來一趟海灘 你就 就那麼躺著 不動了嗎 大小姐不能曬太陽 啊 這是啥新設定啊 設定你個頭啊 你以為我這頭髮是染白的嗎 啊什麼意思啊 難道不是懶的嗎 啊不對 你好像說過你媽是英國人啊 大小姐有點白化症 不能在日光下暴曬 哦 這樣子啊 啊 啊 我估計 二次元裡那些白毛角色 其實都是白化症 沒有啦 不可能啦 和二次元有啥 有什麼關係啊 姚將好可憐 姚將 什麼手 稱呼她 腰僵啊 有啥可憐的 我只是黑色素 比正常人 稍微少一點 其他身體機能和智商之類的 都沒有任何問題好吧 所以你才喜歡 宅在家裡打遊戲吧 雖然這多少有點關係 但我平時也有在室內保持運動的 嗯 你這樣的死宅 大小姐一拳能打十個 嗯 不是 我是玩兜頭的 不是玩格鬥遊戲的 十個有點多了 哦 只是有點多嗎 一個兩個也很厲害了好嗎 小柳過來 小柳過來 給你個機會 幫我塗點防曬霜 啊 哦 怎麼 不願意 委屈你了 肯定願意啊 怎麼不願意啊 沒有沒有 願意 對 你這段時間 為戰隊的事情盡心盡力 我平時雖然不說 但都看在眼裡 哦 居然有人看到我的眼裡啊 太好了 校長 你這話讓我感動死了 今天就給你點特別的獎勵 過來幫我塗點防曬霜 要心懷感恩的圖 我覺得你還是給我一點錢 更實際一點啊 圖有什麼好批用啊 還有什麼獎勵啊 放心吧 除了感覺我 沒有任何想法的 講好要脫掉身上的沙衣 潔白無差的什麼線條明朗的身軀線在我的眼前 我翻個身整個趴在毛巾上 將手伸到背後解開上衣的繩子 呃 翔哥 翔哥你怎麼了翔哥 咋了咋了 暈了嗎 我兩眼一黑身邊無力 雨寒急忙接住暖 暖倒嚇得我 翔哥你挺住啊 不要看到女生脫衣服就暈過去 這樣以後會得苦女症的 蛤 真的有這種病嗎 不知道 我隨口邊的 你太沒出息了吧 這樣子就暈了 所謂恐女症 其實就是社交恐懼症的一種具體症狀 我沒事 我好了 只是太緊張了而已吧 你這就好了 你這就好了 不是那個好了 是我的感覺好點了 那個是哪個 那個是哪個 沒什麼 什麼啊 什麼鬼 你 意識到我在說什麼的 所以還瞬間臉活一把將我丟掉 別別啊 雖然剛才確實有點頭暈 雖然是太陽曬海風吹的 但誰不想被美少女抱著的 所以你還不過來嗎 都等著了 來了來了 什麼聲音啊 楊希希說什麼 羅羅羅羅羅啊 儘管氣著牙齒咬到了 羅羅萬能女服 楊希希還是很敬驗的 防晒店給了我 那我要上了 我將防晒 讓擠到手心 兩隻手掌塗 什麼均勻吧 速度 我們待會還要去吃烤肉呢 我也想塗 啊 放心 待會正面交給你 哦 我清雲丹田 擠什麼食指 一掌拍在楊海洋的背心 啊 好像在打他 你這傢伙 你是想謀殺我嗎 點桌子都被你拍屁出來了 拍出來的 不好意思 第一次給人 塗防曬說 沒經驗啊 就正常磨兩下 你都不會嗎 不是降龍十八掌 正常來 正常 是降龍十八掌 我只是 有了 降龍十八掌 其實我只是想 呃 調解一下 尷尬的氣氛 並不是真的想要拍屁 拍屁我的老闆 要是我表現得很享受 不保急有誰會在我烤肉 烤肉裡下毒 然後取代我的成為 成為戰隊成員 嗯 舒服舒服 手掌大就是好 比西西舒服多了 非常抱歉 大小姐 是我沒用 唉 別叫這兒 我就隨便一說 嗯 是的 要是他計較 我已經被扔到了海裡去了 唉 該去吃烤肉了吧 雨漢 你看 那邊不是 那邊是不是聖麦啊 什麼黃子 麦黃 哪邊 哦 好像還真是啊 已經升級成老婆了嗎 記得領政了 雖然只是幾次比賽 但還是來了不少職業選手啊 快看 那個是不是畢神 什麼是畢神啊 畢神發福了 我記憶裡的他還是美少年啊 那個是聚絕匠嗎 還有皮舞顏 這名字是隨便取的吧 名字怎麼好好取 叫什麼鬼的名字啊 去去去 叫羊 羊神人家已經 不是什麼 發什麼 發了 哇 翔哥你看你看 那個帥哥是不是君哥哥 君哥哥 喂冷靜點 知道你是冷風腦殘粉 冷風腦殘粉 君哥哥 我能找君哥哥要簽名嗎 可惡 長得帥真的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哼 氣死我了 為什麼我不可以 我要是有君哥哥一半帥 我可能就 就是現衝了 每天和女生吃喝玩樂 壓根沒空打遊戲 不過我現在好像也是每天和女生一起吃喝玩樂 但是不是自己的錢就是了 所以結果上好像沒沒區別 大小姐 嗯 嗯 嗯 然後要抬起頭 順著楊兮兮指著方向看去 嗯 幹啥 她的身體突然打冷了 冷戰 一絲順著我傳到我的掌心 什麼啊 唉 多麼奇怪 你總能在沙灘上碰見熟人 有漢語來說 就是 人生何處不相逢 哎呀你這個句子說得很好 我都不會說 哈哈 一頭亮眼的紅髮 反复在海風中燃燒楊海瑤同學的宿敵 她穿著一身便裝就來了沙灘 一手端著飲料 一手玩著魔方 對著楊海瑤擺出一副挑釁的神情 神情 呦 讓人塗防晒霜呢 挺會享受的 挺會享受的 普通話進步挺大 都知道人生何處不相逢了 人生 人生何處不相逢 什麼意思啊 那自然 我們可是命中注定的宿敵 命運引導我們再度對決 不要把自己大老圆跑過來的決定甩鍋給命 嗯 有地方嗎 借不借意我在這裡坐一會兒 哦 不好意思 請等一下 也不知道為何我的身體 在大腦反應過來之前行動起來 這次行動起來 咳咳咳 你好 我是UF 輕女戰隊的 輕女劉翔 現在 選手們正在修行期不要打擾 我要當 走開 別妨礙我和老朋友敘舊 海瑤你願意跟這個人說話嗎 唉 謝了 柳翔 在我的印象裡 這是楊海瑤為說不多喊我全民的時刻 沒事 讓她過來吧 哼 哼 是你們 哦 那話就好說了 那不是很慘 這或許只是自表演賽 無法洗穿那場敗擊 但我已經不是當年的我了 哦 我再也不會輸給你了 海瑞 我們只是來度假順便打個表演賽 你能不能放鬆點 不要整天喊打喊殺的 這說得也是 說得也是哦 既然是表演賽 就不要太認真 大家開開心心 享受假期不好嗎 嗯 說得也對呀 這與對決 說好了留到高校聯賽 你可別在遇到我們之前 就被淘汰了 哼 開什麼玩笑 高校聯賽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你的隊友呢 我很好奇啊 你的隊友是傻什麼樣子耶 難道又是路人甲嗎 沒有 沒有一個正面嘛 好不容易打發走了 來勢洶洶的安娜 春雨晗含了口氣 唉 如果不是要跟安娜打比賽 這次假期真可謂是完美假期 真是完美假期 看來無論如何都繞不開 她和她的隊友了 隊伍了 沒事沒事 大家都不要太緊張 正常發揮就行 好好享受假期 我好怕呀 瞬間到了晚上的時間 都給我緊張起來 一定要朝水平發揮 絕對不能輸給安娜 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中午說的和現在說的 完全不一樣 你一下就變臉了吧 老實輸了 我們就卷鋪蓋回家 誰也不想繼續度假 你不會喝酒了吧 你現在要說這種話 要是輸給了我們就趕快到回家 說好的不要太緊張 正常發揮了 海耀喝到了臉頰什麼 海耀喝到了臉頰什麼 神眼神迷離 開始對我們指畫畫腳八號施令 你剛才在沙灘上不是這麼說的 那不會是喝酒了吧 幹 海耀你是不是雞尾酒喝多了 真是雞尾酒喝多了 什麼 那是雞尾酒 我發誓 我真以為那個紅色的是果汁 我喝的是那個藍色的 看來你們兩個酒量不行啊 不是 這大晚上黑燈瞎火的 誰看得清的是果汁還是酒啊 下次記得提醒我別讓人給你灌趴下了 總 總之 吃飽喝足了 絕對不能鬆懈 呃 吃這麼多烤肉 為的是待會兒有力氣訓練 不是回房間裡躺床上看電視 最好你等一下私信的時候可以有清醒一點啊 我要吃烤肉 吃吧 隨便吃 敞開了吃 看到陳尹漢在烤牛排上 塗抹黑胡椒的模樣 我真心認為他入錯行啊 他應該去做美食 視頻博主啊 看他吃飯特別香啊 來來來 翔哥你過來 你過來幹嘛 哎呀你是不是真喝多了 連稱呼都叫錯了 嘿嘿 你以為我喝多了 其實我是裝的 你確定喔 行吧那你說 你說是那就是 哎不敢 你過來 我帶你去見見其他大佬 互相認識一下 以後也好相處 大佬有多大啊 難道是特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特 插譜也來呢 討論如何用多頭解缺什麼什麼 先說好 待會可不許大金小怪啊 免得給我們YF戰隊丟人 一定一定 我也不敢啊 混多頭圈子的富二代 一般都挺隨和的 那還好 反正我這人 被嚇傻了也 不會代表表現出來啊 當然 我跟圈子裡的人 互動也不多 因為我比較宅 而且是女的 明白明白 我明白不了 你明白個鬼啊 肯定有想歪了 我真沒有 你冤枉我啊 說沒喝多就沒喝多 還要看起來真的 比剛才清醒了許多啊 嗯 他的酒量清醒度還是蠻快的吧 看著周圍這幫和宇航一樣 唱歌跳舞烤肉吃的 有的人 有的人旁邊還圍著不少穿的比基尼的美女 這實讓我大開眼界啊 原來小說影劇影視劇裡都是真的 這就是啊 楊海耀深處的世界啊 來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GV戰隊的老闆阿綠 我們一般叫他綠黃 綠黃 哦老闆談不上 就是小股東而已 楊校長才是大老闆啊 他沒有個正面嗎 這位是柳翔 我們戰隊的經理 兼任輔助衛選手 輔助衛選手 也是經理是不是 綠黃好久仰久仰 行了老弟知道在我們村子裡 楊校長是多少死宅的心中的偶像啊嗎 可以想想可以想想 能理解 綠黃說笑了 綠黃才是多少美女的夢中情人 被楊小生賞聖 說明你是個人才啊 要是哪天被炒魷魚了 就來我們這裏幹啊 喂 當著我的面挖牆角 不合適吧 什麼啊 什麼叫挖牆角啊 我叫做牆推倒好嗎 哈哈 倆有錢人開始狂笑 我也不知道笑點何彩啊 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沒笑 來來來 小柳這邊走 我帶你見見傳說中的畢神 現在的茶隊老闆 又是誰啊 剛剛宇航有說的畢神欸 沒聽過 什麼畢神 誰是畢神 錯不了 眼前這個發福的中年大叔 就是無數多頭 玩家偶像的畢神 你就是小劉吧 我經常看你和海耀直播來著 怎麼樣 經理的活不好做吧 真不好做啊 吃力不好討啊 打不出成績 還得挨網友罵 呵呵 年輕中好 要是我年輕十歲 我就自己上場打了 那個畢神 能給我簽個簽個簽個名 合個影嗎 我會把照片掛在什麼亮起 掛在牆上的 可以可以 以後也會有人找你合影簽名的 你可 你可得慢慢習慣起來啊 真的嗎 那賞死了 在海 在被海耀帶著溜了一圈之後 我和無數只在戰報裡 視頻裡見過的大佬什麼 忽然就有種自己也成了大人物的錯覺 那是錯覺 真是錯覺 其實你沒必要這麼緊張的 好多人都跟我們連麥直播開黑過 話說如此 現實中見到還是感覺壓力好大 有時候我也想經理這樣的重量 我真的能勝任嗎 放心吧 如果我覺得你沒法勝任 我早就讓你家裡有事了 太真實了吧 業界就是這麼真實 打贏比賽就能贏得呼吸的權利 打說比賽 連呼吸都是錯的 好可怕哦 我們坐在海灘上 屁靜了一角 這裡 遠離BBQ區域 又能聽到 那邊傳來的 花拳什麼 鬧聲 是個十分狹義的地方 今天在沙灘上 謝謝你啊 不用謝 摩個防蓋霜舉手自老啊 不是啦 我說的是那個 你挺身而出 幫我擋住安娜 啊 我可是經理站在保護隊員 是我的本职工作啊 不 還是要謝謝你 安娜 安娜 我們之間的恩怨 遲早會有個了結 這是好事啊 若是在從前 我可能沒有戰勝他的把握 但有了你和雨晗 我隐約 看到了一線希望 妙啊妙啊 或許現在看不太出來 其實我從小體弱多病 只能待在家裡打遊戲 確實看不出來 你現在可是健身達人 一隻手就能捏死我啊 我在國外長大 生理上又有缺陷 所以沒什麼朋友 只有西西 一直陪在我身邊 哦 直到我開始玩兜頭 認識了安娜 我和安娜 是好朋友 也是好對手 誰也不服誰 都想證明自己更強 後來 後來發生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 被自己最好的朋友 背叛肯定很受傷啊 只不過你的嘴裡的背叛 其他人很難理解啊 我確實很在意 與安娜的對決 但你要說 我被她傷得有多深 倒也不至於 安娜和我 以前是好朋友 後來關係也 的確沒那麼好了 但真沒那麼嚴重 這又不是什麼熱血競技漫畫 跟隊友決裂之後 就會變成速敵 從你們說話的口氣上看 還是有這種感覺的 安娜或許是無心之局 或許是有意為之 現在都無所謂了 事情過去了 如果她能道歉那自然好 不道歉也沒事 大家賽場上見真章 比起她 我更關心的 還是你們 我們 你和雨晗 你們都是我最重要的隊友 我們必須保持現在的狀態 不斷磨練自己的實力 但只有實力是不夠的 我們要勝利 要不斷地勝利 要一直勝利下去 我見過太多的隊伍 擁有比我們更有天賦 更有實力的隊員 因為勝利終結 連敗持續 陷入自我懷疑 開始互相甩鍋 最終 分刀揚鑣 安娜就是這樣 輸給我後 她陷入了對自己的懷疑中 她選擇來到這裡 因為她要跟我分出勝負 否則將永遠無法回到巅峰 所有選手 都必須經歷這一關 若是邁過去 她就將登上更高的境界 若是過不去 以後可能就沒有她這個人了 太真實了吧 這也是我一直把你留在隊伍裡的原因 一個隊伍裡 不僅要有雨寒這樣穩如太真的選手 更要有你這樣 活躍氣氛 將所有人擰成一股繩的人 啊 我還是有這種能力 你是我選中的戰隊經理 你擁有清晰的頭腦 對英雄選擇 戰術思路和局勢掌控 都有獨到的見解 更重要的是 還要伸出手 一把揪住我的衣袖 將我拉伸 拉向前 什麼伸前 這裡 她伸出手指 點在我的胸 左胸口 你有一顆善良的心 這比什麼都重要 這就是三次元接地氣板的 你是個好人 你很溫柔之類的說法嗎 我說的是真心話 在晚上的星光下 楊海耀在臉上露出 我從未見過的溫柔 溫柔笑容 比起動畫裡的所謂溫柔 這樣的笑容才是真正的 什麼實感 這一刻她不是網絡上那個楊校長 不是學校裡的那個女生 不是直播間裡的那個自首 也不是人們眼中的那個富二代 她就是她 一個無比現活的人 一個無比強烈的存在 一個在我眼前荒飛著什麼棺材的女孩 我身邊最缺少的 就是你這樣的人 一個不為別的 只是單純願意和我成為朋友的人 你要說我沒點別的想法 好像也不現實啊 理解理解 再說我也想讓你給我打工 所以我們算是扯平了 真的嗎 那爽死了 說實話 我真的沒什麼朋友 西西應該算是比親姐妹還親的存在 安娜 也不小心把自己給ban了 我尋思你其實缺的是吐槽 最怕所以才言還要找我 所以說 我真的很珍惜你和雨晗 珍惜你們這樣的好朋友 我不希望因為我與安娜的一些殘年往事 破壞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不會不會 你是老闆 應該對我們高標的 呃 準 準言什麼要求的 有時候我覺得 對你們逼得太緊 會讓你們討厭我 有時候又覺得 不努力一些 就贏不了那個女人 別擔心你會 你會沒事的 寧生哥 幫我一個忙 寧生哥是什麼鬼啊 啥事 那我幫你把毛巾擰成繩子嗎 做一個經理該做的事 幹嗎 什麼 什麼是一個經理該做的事 買合法嗎 幫我調整一下心態 不是你把我當心理諮詢師了嗎 說到心理諮詢師 你這種 屬於典型的偏偏側行人格障礙啊 並應多為什麼 並應多為 幼年思愛後期受責 自我何求儲盡意 嗯 我吐槽了一半被打斷了 啊 羽海搖身 幹什麼鬼 羽海搖身出 羽海搖身出手臂 將我緊緊抱住 兩具身軀重疊在一起 屈熱的體溫 彷彿過身 皮膚床到來的腦 腦內 它的存在 如今什麼反駁 向我襲來 將我所錄知的世界 徹底覆蓋 等快不透過氣來 我才反應過來 眼下的到底發生啥事 哇 劉翔 一個普通的高校學生 此時身在羊海搖 那個羊海搖的海灘上 被羊海搖抱著 哇 我在心中無聲的 那 萊坤 嚇 慈禎實在是超過於超乎 超乎想像 以至於 除了將自己意識的 什麼 可 離出 以旁論者來說 吐槽之外 我居然沒有任何的其他念頭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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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被羊海搖抱住了 在這一刻 我已經超越了地球上的幾億 成為了那棘手的幸運兒 與楊哈堯親近一種人形生物 說的好跟自己很了不起一樣 我的眼前隱約飄過了一個提示框 你已經解鎖地球人究竟 親密接觸什麼鬼啊 笑死我了這段 這段真的笑死我了 冷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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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腦這是死命令必須給我安排上 柳翔想聽我講個故事嗎 我有一種不想的預感 這裡要展開什麼 有這幾個故事呢 比如我們其實很多年前就認識 只是你或者我不記得了 啊 對對對差不多就是這種劇情啊 那年市井賽 在上海的煤奔中心舉辦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啊 記得記得肯定記得 就是有一些細節想不起啊 我還記得很清楚 因為當時我就在現場觀站 你在現場 散場時我想起票根還在座位上 就自己一個人跑過去拿 等我拿回票根時 已經與家人走散了 在我手足無措快要哭出來的時候 一個小男孩向我伸出了手 帶著我穿過汹涌的人潮 他將我送到了服務臺 在那裡 我已等待著我的父母重逢了 而當我想要感謝他時 他已經消失不見 嗯 沒有人記得他 也沒有人見過他 彷彿他從未出現過一樣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想找到他 如今 我終於可以確定 當年的那個人到底是誰了 你不會說是我吧 難道說 不會真的是我吧 我好像明白所有事情 這都是那次市井賽開始的 不管還是他還是我還有宇寒 雖然都是一些外人看來無無處輕重的小事 但自但從那之後 我們的命運就就和這個遊戲捆在了一起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我嗎 帶個路 又不是什麼大事 但是你怎麼知道是我 海瑤將胳膊扎在我的肩膀上 食指相扣 雙手繞在我的後 什麼後身 我與楊海瑤 我們之間的距離如此接近於我 與他那女神般的美貌 幾乎他的呼吸可以落在我的臉上 不行 我已經無法正常思考了 好了 我感覺好多了 海瑤鬆開了手臂 科學家研究證明 適當的肢體接觸 有助於調節體內激素分泌 欸 所以你需要一個人形抱枕啊 如果你覺得不願意 我會向你道歉的 不不不 沒有不願意請你隨意 我這樣對你 你事後不會告我性騷擾員工吧 我還怕你告我呢 說實話剛才那個距離我真以為你會啊 會怎樣 瞧問你 想得美 想得美 白等了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 行了 早點休息 明天早上還有活動呢 好 你也早點休息 別在房間裡偷偷下棋啊 你以為我是你 我都上主教了 我們從篝火旁盛起 在海風吹 旁的沙灘上迷之對視 對了小柳 不 柳翔 終於叫我名字了啊 嗯 我們 能贏嗎 能 真的 我有信心 好 要的就是你這句話 行了 這沒你事了 你先回去吧 我去找雨涵 把他一起帶回去 我覺得雨涵這集真的是太 沒有存在感了 那好 我先走了 我轉身您走 等等 還要抓住我的手 就像我們相遇時他對我做過的那樣 只不過當時他用一本菜單把我爆打了一頓 那那個時候還有還有什麼 我的話沒說完 幹嘛 剩下的那個字被海瑤用嘴唇堵在了 嘴裡 不不不不要被我的描述嚇到了 剛剛這是什麼 只是在我臉頰清了上 但這也算用嘴唇把我都 畫堆回去了 對吧 這是對你當年救我的謝禮 別想歪咯 他清我臉頰的是吧 不是 你這謝禮也太隨意了 一般這種設定不都是 定下婚約以身相許之類的嗎 想要跟我定下婚約以身相許的男生 可以從千輝泉水一路排到夜沿老家 中間還能去三角區轉一圈 您配嗎 嗯我不配 知道就好 人哪最重要的就是有自知之明 努力吧小夥子 嗯我剛才是不是看到他少了什麼東西啊 剛剛好像沒看清啊 他 也好要拍拍我的肩膀 走向遠處的BBQ